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带着很谨慎的心 在接下来几天要带出有关 何谓危险的教义 在教会历史里 教会一直不断地受到侵入 因此也不断定出何谓异端性的教导 使徒也告诉我们要小心那传假道的 特别是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 各位异端是一个很严重的名词 但是它也带着一个很大的框架 当然我们要承认在教会历史里面 正统的基督教派都曾经错误地将有一些的人定为异端 就如耶稣在他的时代被定为异端 使徒们都曾被当作是异端 马丁路德也曾经被当作是异端 但后来这些人都被证明是对的 但是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因着一些成功的信心伟人的例子 就将一些新鲜的道理当作有正确改革性的精益在里面 保罗说你要审查要查验 要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 要不然你的信念和你的教导影响了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你的会友的那个罪将会归在你的头上 圣经说你做教导的是第一个受审判的 在这点上有很多的信徒掉以轻心 当他们看到有一些教导偏差的人都没有受到不良的后果 反而他们很有健康有财富有青春 他们就慢慢倾向这些人的教导 多听他们的教导 然后越听越感觉是对的 在这点上你的良心要指教你 也愿住在你心中的圣灵光照你 难道你不知道魔鬼的骗局吗 难道你不知道有一些人是在审判台前向主说 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传道吗 那是主说你这作恶的人 我从不认识你 你要离我而去 那有时候人自己被欺骗的时候 他不知道 你不能以他的口才 积极的态度 或是肉身所得的一些正面的证据来认定他 若是他传的福音 不是那死而复活的基督 也不是在真理的教导按着纯正话语的规模 你要谨慎 有时你单分辨字句是不够的 你还要分辨理 那这好比说你听了某一些的教导 是否只愿意要活 但是你不愿意死呢 你是否一直想追求能力和恩高 但是你却不愿意察验主的美意 一步步走顺服的路呢 你是否常宣称你爱耶稣 也你能爱耶稣 但是却把圣经里面有关圣洁的教导 当作辖制人的律法呢 你是否比较选择性的读圣经呢 那比如说你偏向新约 不喜欢旧约 或者你只有多讲旧恩 不讲成圣 或者你只喜欢听在基督里蒙恩的道 不喜欢听在基督里要顺服的道 各位这就是你要分辨灵的地方了 一个危险的教导不在于字句的错误 乃在于它改变了你的灵 它歪曲了你原由所领受的福音 叫你慢慢失去主耶稣的荣幸 和呢与他一同受苦 也一同得荣耀的心 可能你听了有一些的教导 你暂时得到力量 得到很爽朗的感觉 你认为那是福音的大能 那就是福音所带来的能力 但是你发现你慢慢不能因基督的缘故 以你的软弱 极难 困苦 凌辱为可喜乐的 反倒你认为 自己的贫穷是没有理由的 你的疾病不是神的美意 你慢慢在问题中不寻求神的美意 与主同行来走出你的难关 反而一律地宣告 在基督里没有疾病 没有贫穷 在基督里应该丰盛 安康 青春美丽 健康 等等 各位 没错 丰盛 健康 青春 这些是神在祂的恩典里 且是在祂的主权里 所赐给我们的 但这不是福音 那不是包含在福音的实质里面 那是神在祂的恩典与主权里 赐给众圣徒 也各有不同 有的人富裕一点 有的人一般一点 但是有衣有食 他们能够满足 有的人身体很健康 但是有的人身体有一根尺 有一些病痛 但是在这里面 神赐更多的恩典 有的人有老迈的智慧和成熟力 但是有的人看起来有青春的活力 各位 这都是神的恩典 各有不同 但是他们都能以基督为满足 也能在现状里荣耀基督 各位 难道这不是纯正的福音 天上的福音吗 难道这不是保罗的信念 保罗的精神吗 你现在是否认为福音并不是这样的 你是否领受了另外一个灵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所爱 我所教导 所喜爱的知心的同工和弟兄姐妹们 有时候我真怕我在你们身上荒废了功夫了 我想对这华人界里面 特别听这个恩典福音 与跟这个恩典福音有相关的肢体们 做出一个很真切的呼吁 如果你认为恩典福音所传讲的信息 就是当今失传的保罗所讲的福音 那请问你有没有静下来 读一遍 保罗在新约圣经13本书 他所讲解的福音 他的经历和他对福音的精神 有一些的教导还没有异端性 但是已经有危险性了 师不正牧师说 你要分别好歹 不在于分辨对错这么简单 乃是分辨对的和差一点对的 可能有些的道理 你听了暂时有道理 而且符合你的经历 或者符合你的需要 那么你一定要全面地考量福音的经历是什么 那死而复活的福音是什么 那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然后现在成为基督徒之后 与主同受苦同得荣耀的荣耀基督信仰是什么 那天上的信仰是什么 请你不要因你的苦 或者因你暂时的感悟 认为有一些的教导 像是恩典福音这样的教导 就是对的 就是保罗失传的福音 这样的话 你的生命非常危险 我也为在教导这些福音的人 捏一把冷汗 你要为听你的道 而受你的道影响的人负责 当你想到 主耶稣如果明天要来 你所传讲的这个道 跟你的信念能够站立在他的面前吗 你能够以无愧的良心说 这就是神在圣经里面给你的福音吗 我会在接下来几篇的道里面 详细的述说有关恩典福音的危险 请你们接下来好好的领受牧师要传讲的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